为了遮掩脸上天花留下的疤痕 女王迷恋上了白皙无瑕的妆容 在脸上涂一层厚厚的白色粉底 改变自己的皮肤状态变得光滑 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幽灵妆容 在她登基30周年庆典的日子 女王照完镜子确定完美无瑕后 下令销毁宫中所有反光的东西 然后才迈着欢快的步伐走出去 准备接受来自伦敦人民的祝福 埃塞克斯伯爵出场就逗笑了她 她坐在巨大的白色独角兽背上 稚嫩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在给女王准备的鹤里投标比赛上 男孩因年轻经验不足被挑下马 出师不利狠狠摔在地上而不爽 对受女王嘉奖的对手出言不逊 所有人都认为她应该为此道歉 不曾想女王只是宠密地说了句 哈巴尔也会有脾气的 对小男孩的袒护之意显而易见 还记得他们两人初相见的时候 她是母仪天下多年的英国女王 她还只是个11岁不到的小孩 切切地跟在母亲身后面见女王 当她伸手准备抚摸丧父的孩子时 她却害羞地避开了 后来她成了青梅竹的妓子 在相见时已过了七年的漫长时光 她长成了19岁的少年 正是意气风发怀浪漫幻想的年纪 骑在马背上英姿飒爽地奔来时 她在他身上看到罗宾年轻时的影子 一样的风华无限 一样的充满骄傲 后来罗宾重病生命垂危之际 呼唤养子埃塞克斯来到她的身边 她从门后夺步走来的样子 就像是罗宾年轻时候的化身 对伊丽莎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而后罗宾就将女王托付给养子 当她的手和她的手交握一起时 女王就把对罗宾的爱转移到她身上 年轻 英俊 嘴巴又甜的少年 让女王抓住了青春的尾巴 她的激情似乎焕发了她的活力 女王对少年有着超乎寻常的纵容 在两人最甜蜜的热恋时期 会在繁忙政务中找到时间的缝隙 肆无忌惮地在白厅里相拥玩闹 也会一起跳舞 一起打牌 而在夜幕降临后的时间 在女王的寝宫中彻夜闲谈 聆听她真诚吐露的爱慕之词 每当这个时候 伊丽莎白就会轻抚她的眉眼 或许这颗的女王感受到了爱 一种无关年龄的柏拉图式的爱恋 但她是持宠而交的任性小孩 只要有一点不如意就赌气不理人 她闹着要去远征为自己挣军功 她闹着要像父亲那样加入一回 女王明明知道不该答应她的 却在她露出委屈的神色后妥协 想要钱也不必要远征犯险 她将全博葡萄球10%税收权交给她 期限足足有十年之久 这意味着取之不尽的财富 她兴奋地拥吻女王 却在夜深人禁食 留下一封信不告而别 女王知道后担心地在宫中暴走 将熊熊怒火发泄在大臣身上 却在听到她作战勇猛的消息时 笑得开心笑得合不拢嘴 甚至在她凯旋而归的时候 亲自来到城楼上迎接她的英雄 于是少年的得意迅速膨胀 不再满足于当女王圈养的宠物 她想要更多的实际的权利 陪伴照顾女王数十年的御医 成了她第一个开刀的对象 她状告医生是别过安插的奸细 以急刑处死了无辜的老头 议会的大臣找到了新的证据 证实御医是被驱打成招的 埃塞克斯公爵城上的证据 全都是虚假伪造的 少年哆哆嗦嗦地想要辩解 却逃不过女王的火眼金睛 天子一怒 血流飘楚虽夸张 却佐证了来自帝王的压迫感 意识听得大臣如潮水般褪去 唯独埃塞克斯被留了下来 他换他为罗宾 可惜他不是他的罗宾 那个处处为他思考的男人 当他在他小路般的眼神攻击下 心软准备妥协的时候 老臣弗朗西斯找了过来 女王觉得被狠狠挨了一巴掌 往日甜言蜜语带来的悸动 都像过眼云烟般消散 女王是个绝对的性情中人 受到欺骗的打击后 在宫中的各个房间挤走 边走边哭 边斥责边咒骂 男人从黑色的棺材上一跃而起 顶着苍白似鬼的妆容弯腰鞠躬 滑稽的表现只为博得女王一笑 女王把头别到另一边不搭理他 自觉尴尬的男人又重新躺回去 不得不说他是仗美行凶的高手 将女王的心理拿捏得十分到位 伊丽莎白果然对小奶狗心软了 轻易原谅了他背叛自己的欣慰 但原谅不意味着他要重新接受 在英格兰女王的强意志主张下 埃塞克斯和弗朗西斯结成伴侣 而且女王的疑心病也不是盖的 他开始怀疑埃塞克斯的野心 认为他有点想要自己的继承权 他试图用过去的勤奋蒙混过关 女王却拉起他的手真挚地说道 当年我和你的养父变成了朋友 我和你也只会保持纯友谊关系 然后委派他做军队的统帅出征 伯爵听后就好像出入仕途的人 把所有的情绪都写在额头上 出征时也不停高呼天佑女王 他这一战一战成名 率着军队大劫而归 得到了百姓的拥戴 年少的心迅速膨胀 沉迷荣誉不能自拔 不懂得收敛的伯爵 没发现女王的忌讳 依旧高调我行我素 甚至不满地抱怨道 人们对她的爱戴如此强烈 为何只下令伦敦的百姓庆祝 两人的嫌隙就这样产生了 紧随她而来的是大吵一架 越来越目中无人的伯爵忘了身份 在一次爱尔兰总督的任命会议上 埃塞克斯伯爵故意和女王对着干 气得伊丽莎白女王打了她一巴掌 结果男人竟然当众拔剑想要行刺 好在被身边的大臣们给拦了下来 她的狂妄无知把女王气得够强 直接被下令驱逐出议会的席位 同年爱尔兰人被煽动发动叛乱 对抗的局势发展得越来越恶劣 被冷落的埃塞克斯后悔了 主动跟女王请营出征爱尔兰 希望靠战功赢回女王的宠爱 伊丽莎白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带着两万人的队伍开赴爱尔兰 这是伊丽莎白继位以来派遣部队最多的一次战争 期待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男人被爱尔兰的游击战术牵制 损失惨重却没有一点进展 因此她自作主张和敌人求和 这件事彻底出到女王的底线 对埃塞克斯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 为了重新求得女王的原谅 她贸然抛下军队赶回伦敦城 推开一查一查上前阻挡的士兵 最终闯进女王的寝宫 此时伊丽莎白正在梳洗 只穿一件素白的睡衣 没有化妆 也没有戴假发 一缕缕花白的头发披散在脸上 她抬起眼睛吃惊地望着她 而她却跪在她的脚下 像丧家犬一般祈求她的宽恕 伊丽莎白被她的操作惊呆了 她像安抚小孩一般哄着她 待把她成功睡着后 而女王去找了大臣商量 她怀疑埃塞克斯伯爵士叛徒 次日就召开议会对她进行审判 她因严重失职被禁足了 她不满于是选择与女王正面较量 率着女王给她的残兵杀了出去 当她率着小部队杀到王宫下时 才发现自己成了翁中的鳖 前方等待他们的是无情的屠杀 当她狼狈返回河滨大道的住所时 发现女王也不下了天罗帝王 她终因无路可退被逮捕了 最后以叛国罪被压上断头台 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女王站在高台上注视着一切 冷静自持的容颜告诉了大家 她是女人 更是一名女王 铁血无情才是她的真本色 行刑结束之后 大臣为她送来了伯爵的遗物 那是一封简短的书信 我们不知道 她是以何种心情写的信 是不是想到两人的出狱 是不是想到父亲的叮咛 但她应该从未后悔过 接替父亲成为女王的爱宠 但女王或许是毁了 亲自下令斩断爱人的头颅 那样的痛我们同样无法感知 只知道在她最后的日子里 站在窗边整整15个小时 放弃治疗 不吃不喝 孤独地穿过冰冷的走廊 平和地躺在床上 等待死神的降临 伊丽莎白一世的一生 如下花般热烈灿烂 经历无数挫折打造了 英格兰的黄金时代 她的爱情像焰火般绚丽 寂寞且转树而逝 但她和莱斯特伯爵的情意 却像玫瑰般手有余香 留给后人无数的幻想与惦念